大家好,今天彭博社的消息,美国制定援助加鹏计划,包括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以阻止中国在加鹏建立海军基地 报道称美国为加鹏制定一揽子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试图阻止在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的中部非洲部署军事存在 美国和加鹏之间可能达成协议,包括美国教官培训加鹏特种部队,提供500万美元资助用于民主转型 援助计划会在9月底10月初宣布,同时彭博社强调,迄今为止,华人队在该地区的金融投资没有超过北京 美国也担心中国海军基地可能在加鹏和赤道几内亚部署军事力量 也就是说中国可能要进入几内亚湾,进入到南大西洋 所以加鹏和赤道几内亚现在遭到了美国的压力 2月份的时候,华尔街日报曾援引消息人的话 说美国担心中国与赤道几内亚加鹏在境内建立海军基地达成协议 美国官员呼吁加鹏赤道几内亚领导人拒绝北京 关于在南大西洋支持中国军事存在的提议 加鹏总统翁丁巴与美国的副总统安全顾问费纳进行了通话 表示自己已经与习近平秘密承诺将允许中国在加鹏部署军队 在会面结束几周后,翁丁巴被罢免 美国则必须重新开始,力争说服掌权的军方拒绝北京在加鹏建立海军基地 该报纸的美国认为大西洋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前院 是中国在南大西洋永久驻军可能性为对美国海洋安全的严重威胁 8月30日,加鹏军方宣布解散权力机构并取消选举 法新社的说法,2009年以来执政的总统翁丁巴赢得了选举 随后军方承诺逐步建立过渡机制 并表示总统被软禁 但9月初,加鹏过渡总统巴规马允许被罢免的总统出国就议 但邦哥决定留在国内,并表示愿意为过渡政府效力 除了加鹏以外,加鹏宅方面也证实高棉时报多家媒体5号 表示加鹏宅国防部确认中国向加鹏宅提供了两艘056型护议舰 以增强加鹏宅的海上防御能力,确保海上安全 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马力舒吉达6号接受媒体采访 表示两艘军舰是检方依据防御需求主动向中国申请 将用于海上巡逻,搜救任务以及其他人道活动 这两艘护议舰预计25年或更晚交付 056型护议舰是中国海军的一种现代化轻型护议舰 主要用于海上巡逻,逾越保护,反潜作战和其他的防御任务 舒吉达对记者表示,这次军事合作完全符合柬埔寨的宪法 规定不影响国家主权领土版者 他重申,柬埔寨禁止任何国家在其境内建立军事基地 这些舰艇仅用于柬埔寨自身的防御和救援任务 呼吁媒体停止对中国在柬埔寨设立军事基地 美国媒体炒作,中国向柬埔寨提供军舰以及援助云壤海军基地 扩建举措,暗示中国在该地区建立长期军事存在意图 中国可能会通过捐赠军舰等方式获得该基地的优先权 柬埔寨政府于否认 书记答案接受采访时强调 所有与中国合作均遵守柬埔寨宪法 特别是关于禁止外国设立军事基地的条款 柬埔寨与中国的合作旨在提升国防能力 确保国家安全与稳定 而外界猜测的军事扩张并不是真实目的 针对中国提供军舰一事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的秘书长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柬埔寨请求中国移交军舰的决定完全符合当前国防战略 柬埔寨政府正致力于加强国防力量 而此时接受中国军事援助符合国际法 也符合国家利益 5月29号中检金龙2024联合海上士兵演习 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附近海域举行 中国海军船屋登陆舰 七连三号导弹货役舰文山舰 八中舰 柬埔寨海军的舰艇 共同组织了海上联合编队 紧急赴事发海域进行处置 文山舰八中舰都是056A型货役舰 也是056A货役舰的一种改进性 中方移交给检方的货役舰 将大幅增强柬埔寨海上巡逻力量 同时有助于维护海域边界安全 包括人道主义任务 填补了柬埔寨海上防御力量的空白 强化了国家在区安全防御中的作用 过去江北战缺乏足够的能力巡逻和保护水域边界 获得舰艇以后 交易舰部上海上力量带来显著提升 中国现在和非洲的合作也在扩大 法国媒体报道 中国现在从非洲方面的合作 获得了连接乌干达肯尼亚的大型高速度项目 这个项目原本是法国方面将提供援助 那么现在法国方面失去了该项目 被中国方面获得 肯尼亚总统鲁托9月3号 也是星期二已经宣布内罗币至马拉巴高松路 向中国靠拢 9月4号至6号 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期间 法国企业已宣布该项目已经失去 这个项目是法国公司财团 于19年赢得的连接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大型高松路项目 但当时的肯尼亚总统鲁托于2022年9月上台以后 法国企业就遭到了麻烦 该项目停止 这个项目是一个双车道公路项目 连接肯尼亚首都和乌干达的公路边境 由175公里收费路段 这项目将让货物能够快速从蒙巴萨港 运送到乌干达卢旺达 刚果民主 共和国和南苏丹 法国财团是19年赢得公共合同 但卢托政府于2022年9月上台后 该项目就被终止 内罗币最近已经叫停了该项目 这项目的建设最终交给中国 这也是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期间 法国又失去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价值超过10亿欧元 肯尼亚建设合同中 很多都已经被中国获得 包括西卡高松路 内罗币快速到 蒙巴萨内罗币铁路线 也包括高松路 法国方面过去曾经三年 连续三年没有中标 法国媒体说 19年有三家法公司组成财团 合同估价是1690亿县令 约合12亿欧元 通过付费系统 法国方面将在30亿内收回投资 175公里的收费路段 汽车收费是标准780县令 约合5.5欧元 卡车收费约四数欧元 鲁托上台以后 交通部长穆尔·科曼宣布高松路被修建 但不收取任何过路费 以免压垮肯尼亚人的经济 法国投资者对事件的看法 既然不同 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国财团的消息 表示肯尼亚当局希望改变 自己让法国财团中标的标准 法国财团修改了报价 但没有让肯尼亚当局满意 这也是关于肯尼亚和法国之间 最新高松路的消息 肯尼亚可能向法国财团支付赔偿金 21年的几个合同项目也突然终止 肯尼亚曾向以色列国际工程公司 SBI支付了61.9亿先令的违约金 这次可能法国方面也可能要求肯尼亚提供违约金 我昨天节目给大家介绍了 中国已经宣布 中国将重建坦藏铁路 坦桑尼亚到赞比亚 这条铁路原本的计划是修到南非 但是被终止 也就是说只到赞比亚 坦桑尼亚到赞比亚 而且将连接钢果金 钢果金南部 也就是钢果的南部 钢果南部有大量的矿山 是中国中标的 那么通过钢果金南部和赞比亚之间的铁路 将物资 包括中国的矿产 获得矿产和当地出产的一些物资 运送到港口 坦桑尼亚港口 通过坦桑尼亚港口出口到中国 同样中国的物资 军事装备 设备 那么通过坦赞铁路 通过这个铁路 也运送到钢果的腹地 那么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整个非洲的核心区域钢果 被中国牢牢把控 特别这条铁路 因为这条铁路是按中国标准制造的 中国要把这个铁路现代化 所以这一次可以看到 中非合作论坛 中国实际上获得了非洲大力支持 而且未来中国要加强在非洲的军事存在 特别在几内亚湾方向 加鹏实际上是中国选定的一个非常好的目标 还有赤道几内亚 为什么选择这个地区 因为其他大国它有资源 它和中国的合作上 叫价比较高 比如说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它是非洲的比较强大的一个国家 而且它和美国关系非常特殊 它是绝对不能允许大国 包括美国中国 在尼日利亚部署军事力量 另外中国即使部署军事力量 未来对尼日利亚 它的整个的政局来说 也会有影响 因为你这么强大一支力量在这 那尼日利亚方向 它的政治力量可能向中国靠拢 美国就不允许了 所以选择大国部署 中国的海军力量 也要看 对吧 美国还有俄罗斯等一些大国 特别像法国 像英国 这些前殖民地国家 他们的态度 那么选择像加鹏 像迟到几内亚 就是这种小国 第一 它小 它受周边大国的挤压 它那是边缘化 但是它地理位置非常好 你像加鹏 你像这个赤道几内亚 它这个地区的港口非常好 你如果去过非洲 你到这几个港口 你会发现这个港口 其实不输 尼日亚那些港口 也不输 你包括这个几内亚湾 北部 你像这个 讲法语的 撒克里地区引南 喀麦隆 这几个地区的港口 都不输的 它实际上是非常优良的港口 而且从这个几内亚湾方向 可以覆盖整个的西部非洲 那么加鹏就非常重要 而且加鹏人口也不多 中国实际上援助加鹏 不会像这个 像其他一些大国 援助非洲一些大国 它狮子大开口 所以援助像非洲一些小国加鹏 你看加鹏实际上 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可以扩大 而且中国实际上可以和加鹏 为了形成一种互动 那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完全 对吧 用我的经济的增长 来带动你加鹏的进行增长 完全让加鹏变成非洲 非常富裕的国家 包括你加鹏的物产 你这可以出口到中国 那我中国说白了 就把你加鹏可以养起来 把你加鹏生产的一些 所有的矿产品 还有一些水果 你加鹏产的一些工业产品 我中国就可以全部接收 让你加鹏可以过上很好日子 那你加鹏作为交换 你就可以把军港 让中国在这驻军 保证你加鹏的稳定 保证你加鹏的安全 但是美国现在来看 美国是积极的 在破坏 所以你看美国现在所有的行动 根本上就是要针对中国 针对南大西洋 不能让任何国家 染指南大西洋 因为我之前说过那个逻辑 你看地图就知道 南大西洋方向 北部有俄罗斯在巴伦之海 在挪威 对吧 在北极方向 俄罗斯的舰艇 俄罗斯的核潜艇 在这个方向埋伏 那美国的还有北约 欧洲的军事力量 在中东 在现在这个红海方向 也遭到 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 你看航母都能打你 对吧 那更不要说其他的舰艇 那么南大西洋就成为 北约国家军舰唯一的出口 包括美军 那他如果在南大西洋 遭到中国的拦截 特别中国海军 未来在这部署 一到两艘航空舰 那么南大西洋被中国封锁住 中东方向 特别是苏伊士银河 被伊朗封锁住 北边呢 北极方向被俄罗斯封锁住 到南边南大西洋 想进入太平洋或印度洋 又被中国海军封锁住 那么整个北约 它就不能对全世界产生影响 就不能进入印度洋 也不能进入太平洋去干预 而且会影响的大型舰艇 特别是北约这些大型舰艇 包括美国的航空母舰 它未来进出中东 因为每一次进出中东 对吧 它不敢走苏伊士银河了 走苏伊士银河会遭到 胡塞武装伊朗方面攻击 那么它想驰援中东的话 就只能绕到南大西洋 从非洲方向绕过去 然后到中东 但这个中间会遭到中国拦截 所以未来中国的六艘航空舰 到八艘航空舰的时候 一定有两艘航空舰 要部署到非洲这个方向 南大西洋方向进行巡航 那么现在这个加鹏 直到锦内亚 它就可以成为中国未来 进行航母补给 包括弹药 人员轮换 这个重要的位置 所以未来中国和非洲的合作 还有军事上的合作 现在最新的消息 我告诉大家 现在埃及已经同意采购中国的殲-10C战机 中国的殲-10C已经在埃及进行了展示 签约仪式很快会开始 中国方面的殲-10C将取代美国的F16 这是埃及最新的消息 中国现在在非洲也在大力加强军火贸易 为什么 因为过去采购俄罗斯战机 俄罗斯受到美国制裁 无法付款 对吧 那采购俄罗斯战机也会受到美国制裁 那么就采购中国的战机 也不能一面倒完全采购美国的 完全采购美国的 由以色列 以色列永远领先这些中中国家 那么怎么制衡以色列 用中国战斗机 所以中国战机未来会进入到北非 在非洲南部地区中国的军事力量 特别海军也会加强 对付昂鲁斯萨克逊就是切断他的海上通道 对付这些海盗 对付这些海上来的这些强盗 最重要的是切断他的后勤不及 切断他的主要海上通道 只需要那么一两个点控制住 那整个昂鲁斯萨克逊世界会土崩瓦解 对付昂鲁斯萨克逊世界会土崩瓦解